伪善之人,必有痕迹,喜欢做这些事的人,大多不是真善,善良,是人类最基本的品质之一,在这个世界上,人们都愿意和善良的人交朋友,远离那些邪恶的人,在这种情况下,有一些人就不得不给自己戴上面具,用这种方式来伪装自己,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善良的人,这种人就叫做伪善。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在生活中,人们无法避免和他人交往,在这个过程中,人们也无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伪善的人,这种人一般都隐藏得很深,他们把真实的自己埋在内心的最深处,让身边的人信任他们,却又在关键的时候背刺别人。 对于这种人,人们应该如何去识别呢?俗话说,要想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,因此,伪善之人,也必定会留下痕迹,伪善之人,必有痕迹,喜欢做这些事的人,大多不是真善,你做过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平时很善良,涉及到利益就翻脸,人生路上,伪善的人,如长时间不换新的枕头,外表华丽,其实那里都是糟粕,小舍得中的南建龙与赵纳离婚,娶了蔡菊英,看似对他很好。 也善待蔡菊英的女儿,但是,她并不是一个善良的人,蔡菊英外出买菜,她都要她记账,花了多少钱,她都要一一过目,嘴里说着信任她,其实涉及到利益的事情,她的防备心很重。 有一次,她一个招呼都不打,就把所有的积蓄给了女儿,房产证上拒不加蔡菊英的名字,在南建龙心里,与蔡菊英就是彼此利用的关系,根本没把她当成最亲的亲人。 列宁说,欺骗的友谊,是痛苦的创伤,虚伪的同情,是锋利的毒箭。 若一个人平时看着和气,但同他说起利益上的事情时,就变得十分计较,若你的要求,会让他的利益有所损失,他会直接拒绝,必要时甚至会翻脸,即使放弃这段感情,也不会舍掉手里的利益。 其实,这就说明,他是一个伪善的人,真正善良的人,不会过分在乎利益,而是更在乎与他人之间的感情,背后说人是非,善良之人。 就算自己心里对某个人有不好的印象,也不会随便在别人面前说那个人的不是,因为他们不想因为自己对一个人有不好的看法,就影响他的名声,他们不愿意让一个人失去面子。 懂得给别人留有余地,而一个伪善之人,如果跟某人有过节,或者对不上眼,他们就会在别人面前说这个人的不是,以让大家支持自己。 这种人为了自己的利益,可以在背后给人一刀,让人抬不起头,根本不会考虑自己这样做,会给人带来怎样的伤害,可以说是很有心机了。 如果生活中遇到一些喜欢背后谈人是非的人,一定不要认为他们很善良,内心很简单,这种人遇到的自己要多留个心眼,以免自己被卖了,还替他数钱,笑里藏刀,口服蜜鉴。 在这个世上,我们喜欢和真诚的人交朋友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真诚,如果你遇到的朋友没有真诚,总是对你微笑,总是说你喜欢听的,那么你就要注意了。 这样的人一般是伪善的人,因为世上并不存在完人,更何况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对方从来不说你的缺点本就不正常,这样的人真的会害了你,不要被他的笑容迷惑,因为他的笑了很可能藏着刀,也不要一直听他嘴里说的好听的,因为他的心里可能藏着害你的剑,等你发现的时候,就已经来不及了。 人在江湖最好的就是远离这些笑里藏刀的老狐狸,因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没有丝毫的好处,甚至极有可能受到对方的迫害,如果你能做到了不被他们的笑和甜言蜜语所迷惑,那么你就能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,表理不一,从不表明自己的立场。 真正善良的人说话真诚,表理如一,言出必行,而伪善的人说话模棱两可,有时,一个问题,无论你怎么问,他都不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,无法让你看清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,不知道他是敌室友。 而且,他还喜欢见风使舵,在他心里没有真正的朋友,只有永恒的利益,谁给他好处,他就会站在哪一队,一点原则和底线都没有。 这种人,很容易出卖朋友,若与他推心致富,把他放在团队中重要的位置上,会蒙受很大的损失,表里不一的人,表面上冠冕堂皇,实则自私自利。 为了自己的发展与前途,不会顾及团队的利益,永远把自己排在首位,所有的亲近感,都是伪装出来的,说话藏半句,与人从不交心,谁都不知道,他到底和谁是真正的同盟,高深莫测。 让人没有安全感,这样的人,往往都是伪善的之人,故作柔弱,有一类人,明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,可他偏偏喜欢故作柔弱,骗取同情心,然后做一个寄生虫,他们就像是披着羊皮的狼,柔弱的外表下是一颗机关算尽的心,拥有八百个心颜子的他们,永远都知道如何将自己置于让人怜惜的位置,和这类人打交道。 你如果没有原则的选择信任,迟早会被他掏空踩下去,甚至他把你卖了,你还乐在其中的帮他数钱,知人知面不知心,当你不了解一个人柔弱的原因时,就不要急着去给予帮助,更不要圣母心泛滥,将自己变成别人的棋子,你要明白,万事万物都有着他的命,人也不例外,一个人如果一直都是那副模样,那就不值得你去帮助和关心, 因为你的善良和温柔不是他眼中的好意,而是他慢慢剥夺你幸福的时机,这样的人心很黑,他柔弱的外表,只不过是因你上钩的伪装,内心的黑暗和无情,才是真正的他。 他就像是从地狱里走出来的恶魔,直到将你彻底吞噬殆尽,才会罢休,而他的两面三刀,则是将你的每一寸肌肤,都弄得伤痕累累,装得为你着想,实则谋求私欲,总有一些伪善之人,处处为你着想,像是真正对你好, 其实,只是一种表象,如果你做事情没有主见,思想很容易就会被对方影响,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遇到贵人,如鱼薄牙和中子七一样,有时候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,看似处处为你着想之人, 却是真正想打你主意,想要利用你让自己获益的人,正所谓无功不受禄,不要觉得有人会无条件对你好,这个世界上,除了父母之外,大部分人都不会无私地为你着想。 人性有自私的一面,如果有一个人,打着为你着想的旗帜,试图插手你的生活,插手你的家庭,就要当心了,可能是你身上有他需要的东西,一定要多加注意,防止自己上当受骗,喜欢跟身边的人计较,越是善良的人,越知道应该学会感恩。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重要的人,比如时常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,遇到这样的人,要学会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缘分,越是亲近的人,越要对他们无私一点,宽厚一点,如果连自己身边的人都要斤斤计较,这样怎么可以收获好人员? 一些伪善之人,经常对身边的人态度很不好,他们把身边之人对自己的付出,看成是理所应当,没有限度地索取,遇到事情,就找身边的人出气,这种人其实才是恶人,一无不扫,何以扫天下,如果连和自己周围人的关系都没有办法处理好,又怎么可以处理好,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,这样的人,说他是一个善良的人,又有谁会相信? 善良不是靠一张嘴巴说一说就可以,而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,假装的善良难以长久,一捅就破,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以上四种人,要多加注意,不要和他们走得太近,以免自己受到伤害,古人云,善的源泉是在内心,如果你挖掘,他将鼓鼓地涌出,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善良之人,要看你自己怎么做,要有善心,更要有善行, 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,才可以受人尊重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 字幕称进录像 南无论